在泰國有一種全球獨一無二的美食 它就是被稱作曼谷夜市之王的火山排骨 這種炸裂的外型光看一眼就能讓你的味蕾爆炸 最後就要帶你們從洛杉磯打個飛滴去泰國看看 這火山排骨到底什麼來的 咱們出發 Hello大家好我是居小舟 我們剛剛的一路從洛杉磯飛了二十多個小時 飛過了半個地球 這次就要帶你們解鎖一個全新的國家 泰國 半個地球一萬多公里 就換你們手上的一個站 就一個站啊 多讓我也不要 我們就說行不行吧 怎麼樣到泰國夜市有什麼特別想吃的嗎 看我今天穿的像什麼 橡膠啊 今天穿的像我像芒果 今天準備去吃 泰國正宗的芒果弄的飯 你吃嗎 那我不愛吃 不愛吃 不像你啊 主要是有你在已經夠甜了 還要吃什麼芒果飯 什麼芒果飯 對不對 這曼谷吧 交通狀況實在是太讓人看油了 短短的十公里不到 走了一個小時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的泰國夜市 這個就是我們飛的一萬多公里 就是為了它來 給你們看一看 他們的火山排骨甚至都有中文 從小份的一百八是泰銖 到最大份的 九百九十九泰銖 你喜歡去買這個 這個大部分 兩人 對 兩人 他們這裡付錢都是先付的 我們一共點了四個不同的菜 再加一個飲料 一共的是一千三百六十四泰銖 等一下 好 等一下是吧 會講中文 好 我們那會應該跟他們是一樣的是吧 像是露出了震驚的目光 它是直接拿一個巨大的一個體 然後呢所有的排骨在裡面燉 熬了一鍋非常非常大的一鍋排骨湯 那裡面呢燉熟的排骨呢 它就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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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給你弱 弱上來 之後呢它旁邊還有一個 就是專門熬製這種辣椒的一個小盆子 把辣椒撒上去之後呢 再給這個排骨再澆上湯汁 之後呢再給排骨去上這個 就所謂的這個辣椒的這種酸辣的口感 我們先嘗一口這個湯怎麼樣 哎呀酸辣 但是呢非常開胃 它上面呢你們看那個青色的部分呢 是用蔥還有辣椒做的 替你們先嘗了 很香很嫩的 我感覺拍著拍著你人就沒了 哈哈哈哈太大了哥 摇皮了啊摇皮了 開火山另外一角 先先給它落得著 太離譜了 這起碼有十幾二十斤重嘛 這大的無從下口 直接抱著 講句實話我覺得排骨的是一個很容易讓你吃膩的 你別說他們那個火山排骨的用這種酸辣口 我覺得它是非常簡易的 哎呀真的你要是愛吃排骨的人 你要是肉食動不像我們一樣 抱著肯實在太爽了 來澆點湯 大家還都知道呢 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吃辣的 在江西呢 一般就是做菜一般會用香辣的口感 很少會吃到這種酸辣的口感 這個比較少見 我覺得這個泰國菜呢 酸辣 是這個泰國菜的精髓 有點像咱們的貴州菜 有沒有貴州的小朋友呢 但目前可以刷個一張啾啾看一下 你來的茄子就好呀 對 它太大了 我從來沒想到這麼大 這個小哥哥小姐也是本地的泰國人 他跟我們講一下 這一道火山排骨啊 這不算是泰國的傳統美食 最近呢 因為很多的人為了這道菜來 所以夜市裡面呢 突然多了很多 類似於這樣的火山排骨 最近呢我也不知道 這算不算是一道 泰國的網紅美食 總之呢 我覺得做成這個造型 這麼大一個份量 我覺得還是蠻吸引油的 價錢呢 999泰銖 你們覺得這個價錢 配上這個份量 會嗎 來來 給攝像師來一個 不用客氣 我來再來一個 先生你表現得特別大 不不不 真的是我 哈哈哈 我跟你講這個不太吃的女神 是不太文養 就 就是了 啥 沒有 太甜了 看到這泰國的火山排骨呢 不知道你們覺得 東南亞的美食怎麼樣 不過呢如果說到異國美食 恐怕沒有哪裡比 印度的異國美食更讓我們神往 印度呢作為一個古老且神秘的美食大國 恐怕呢也不是所有的美食播主 都敢去那裡挑戰一下 在我們英南三百萬粉絲之際 就有種的要去挑戰 印度真正的街頭美食 還沒有觀眾頻道的粉絲 趕緊給我們頻道點個關注 小哥幫我們去打包隊了 然後呢還留了一大盤給摄像師 剛剛點的那個什麼 芒果糯米飯是吧 使用的是這種新鮮的芒果 幫你剝一下 我幫你把它們 擴在一起 試一口吧 試一口來的來了 我是不怎麼愛吃甜的 但是 幫你嘗一口 糯米很好吃 而且芒果呢 是屬於那種 水果自帶的甜味 你每次吃甜品都有不同的理由 對芒果糯米飯 我要跟你們好好推薦 我很討厭那種 我很死膩死膩的甜品 你們都知道我不愛吃甜品 對吧 這個地方的甜品 真的還不錯 還吃 好了 剩下的呢 留給摄像師餅餅 他來了 雜包兩大杯 Thank you Two bags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在泰國再待整整一個月 久久呢會持續為您帶來精彩的 東南亞美食 記得關注我們頻道 喜歡我們視頻 請給我們視頻點個讚 我們下個節目見 拜拜